好 各位觀眾 日前雨天的女婿陳健是送到警方逮捕 因為呢 他涉嫌是擔任詐騙集團的收水手 那麼日前呢 檢方是一共將這九名共犯呢 給正式起訴 更是起訴 其中呢 就包含陳健在內 那麼今天下午呢 在歷經一個多月的這個積壓過程之後 今天下午呢 是繼續來召開接押亭 那麼看到呢 在這一個多月以來 陳健今天是首度落面 可以看到呢 陳健是戴著一個黑光眼鏡 是呈現一個劈頭散髮的狀態 他的這個樣貌呢 是相對憔悴的 那麼今天下午呢 其實陳健也在接押亭上 向法官表示啊 當時呢 他其實只是受託朋友來收錢 在三次的過程中呢 其實他都不知道 這整個過程呢 是詐騙集團的一個取 這個一個取錢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希望呢 這個法官能夠以20萬元 來讓他交保 因為他還有兩個小孩子要照顧 希望法官呢 能夠體諒為父的心情 那麼今天呢 法官究竟會採進他的說辭 成功讓他交保 還是繼續的將陳健給羈押呢 稍後呢 就會有結果 我們也會再持續在新北地獄 問你守候最新消息